优扬古真武从奏为活动揭开序幕 众可区公所举办金银珠宝贺新春郑春联活动 从1月21号开始到25号一连五天 邀请民众到公所中庭共享盛举 代理区长周清真也带着议员长伟茜 陈锦定 张志豪 游辉荣以及各里里长 共同开笔辉豪写下几项字语 提前为活动暖身 每年都有郑春联的活动 有名的大师或学校的书法老师 一起过来共襄盛举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民众 他都希望说家里能够贴春联 而且他有自己想要的字 所以我们就邀请老师来这边 帮大家把自己想要写的对联写出来 然后赠送给民众 依照民众提供的字句 书法家运用独特笔法 量身打造客制化春联 因应金猪年 老师更在春联加上猪的图样 为传统书法注入新元素 甚至一旁还有老师教民众减纸 透过赠春联活动 不仅让民众感受传统节庆文化 也得到更多好福气 带着小孩来 然后让他们体现一下 新年应该会有的喜悦的节庆 然后我们中国人传统过年 会有许多的活动 很感谢公所这次办的活动 让我们的小孩能体验这个活动 我每年来参加 一直是希望说 尤其是过年嘛 大家同乐 是不是 每个人都能够 沾到一些是洋洋的感觉 除了免费春联可以领取 主办单位还贴心安排手做活动 在1月22号和24号 早上10点到12点 让大家动手DIY 制作另类的可爱小猪零钱包 祝福民众财运滚滚 有兴趣的市民朋友 不妨把握机会到中科区公所 一起引新春 中央新闻陈佳云 中科报导